用空气炸锅也能做面包 外皮酥脆不用揉面的乡村欧包来了 为了增加面包的风味 延缓老化 先做个波兰种 稍微发酵一小时 转冰箱冷藏静置一晚 发酵好的波兰种 表面有丰富的小气泡 乡村面包配方简单干净 无油无糖 含水量大 不要用手去揉面 搅拌到没有干粉后 盖上保鲜膜静置半个小时 等面团松弛下来 手指沾水 开始第一次拉伸折点 四面分别拉伸折叠一次 通过这种手法 面包的筋性会逐渐增强 这个过程我们要重复三到四次 每次间隔三十到四十五分钟 判断是否可以拉伸 主要看面团是否完全松弛下来 第四次拉伸折叠的时候 面团已经很蓬松了 面团也从一摊烂泥 变得比较光滑了 发酵至两倍大 面包很黏 一定要在案板上撒足量的面粉 近代面团自己掉落 一拿的话会破坏气泡 不用排气 给它稍微拉伸一下 要想拥有大气孔的面包 整形手法也很重要 像叠被子一样 把面团卷起来 还可以继续加强 让面团包裹进更多空气 这样的面团会更加紧箍箍的 光滑面朝下放入发酵栏 底部和两端的口子都要捏紧 二次醒发至1.5倍大 放一网开水到空气炸锅中 200度预热20-30分钟 这种乡村面包虽然耗时比较长 但是用尽可能少量的酵母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做出来的面包 真的有着非常纯粹的麦香 割包释放出面团中的部分气体 虽然没有专业的蒸汽工具 但这个方法绝对可以满足家庭烘焙的需求 空气炸锅200度先烤20分钟 翻面再继续烤10分钟 看 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 表皮金黄酥脆的香脆面包 听 是有空气的声音 内部组织柔软 还有丰富的气孔 怎么样 你的DNA动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了